我覺得無論做哪一行 最重要是跟年輕人接觸 聆聽他們的需要 Keep check 是最重要的 我在十年前加入建造業 做過很多不同種類的項目 包括在西九文化區的氣曲中心 高壓變電站 當中最突出 一定要說是在科學園的創科豆室 Innocell 這是香港第一棟 High-rise的MIC Project 對抗疫情期間 亦做了兩個臨時檢疫設施 2至3個月 就要建超過900間臨時房屋 給大眾市民對抗疫情 情況就是 不可能都可以變成可能 我覺得很恢復 MIC 組裝合成的名字 就是Meeting the impossible challenge 不可能的東西 只要你有信心 其實一樣都可以成功 很多人覺得建造業只適合男生做 女生做不成功 但我又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無論男和女 只要他的溝通能力強 親和力強 一樣都可以做得很成功 我參與很多這些年輕人的培訓工作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為我知道建造業 其實很需要生血去加入 我們要Keep chat Keep trendy 才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 接棒 是 來自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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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